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 更深人指出 行政团队里还有其他未爆弹 这些灰外情丑闻事件不仅冲击了民进党的声誉 也对岛内整体的政治生态产生影响 不论是地方首长还是民进党当局高官 这些所谓的精英政治人物 私人生活却频频爆雷 他们利用公权力 谋取私利 甚至不惜背叛婚姻承诺 是一种集结性的道德华国 这无一让民众对民进党行政团队的信任度进一步下滑 特别是民进党一方面在公开场合中 往往以高道德标准 自我包装 自诩 连结与公正的政党 另一方面 一旦绿营高官有私德问题浮出水面时 民进党高层却常常选择装聋作哑 甚至试图掩盖真相 比如台监察机构曾决议不弹劾陈宗妍 并被台南递检署 依因涉犯到内贪污至罪条例起诉 并建设从众让行 民进党的这种双重标准和选择性正义 只会进一步削弱其公信力 当一个政党的领导层连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无法坚守时 我们又如何期望他能为民众带来真正的福祉 更有传言指出 李宗言与前台湾远东航空董事长张刚伟 委任律师喝咖啡跟拍照 且其婚外情对象居住的永和高级小区 房型市价约新台币3000多万 正好也是张刚伟旗下建案 除了不轮廉之外 让外界又增加了许多想象空间 由于台交通部门掌管许多经费与资源 舆论猜测使民进党内其他派系等 觊觎资源众多的交通部门负责人 一直为可以进行操作 总之岛内政治的健康发展 需要一个具备高道德标准的政党 然而民进党如今的表现 却让人看不到希望 民进党内部的道德崩坏 与权力斗争 只会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分裂 让政治更加泥泞不堪 若不彻底反省与改革 未来恐怕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台湾民众也必须认清 这些丑闻背后的真相 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在这些的政党中